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顾着接电话 不小心按道交易 亏了公司一笔的钱 老板对他破口大骂 还说一定会追究的 叫他以后都不用来上班 他编到垂头上去 搬路中 车子还抱胎 哇 家庭主妇们看到小明的屁股 真的呗 打喊了 很吸引人啊 在同公司上班的小花 知道老公小明闯祸了 他一直叫老板手下留情别追究 小花 那么辣 老板一直在偷喵 还开始要吃豆腐 小花说 我会负责的 请老板放心 这个月内一定会回本 为了老公 他居然去招待猥琐护客 护客有额外的要求 他也答应了 一天 波波在超市看到小明 他就假意去撞他 咦 你不是住在我隔壁的 真的不好意思 波波立刻煮了一些甜点给小明 当作赔罪 吃完了 波波再洗碗 哎呀 水弄到衣服 都湿了 小明过来 我帮你擦一擦 他想要了 他波波搞了起来 几天后 淘宝快递员 送了一个东西给小明 哇 原来是治愈棒 哦 原来是送错了 是隔壁露露的 露露请了他进来做客 他一直埋怨老公很差 所以才要买这种东西来满足自己 小明听到后 他想要了 他又和露露搞起来 又再过几天 短访妹在路中间啦 小明看到了 哎呀 危险啦 他救了短法妹一命 短法妹也和司机吵起来 短法妹为了答谢小明的救命之恩 他买了芙蓉烧包给他吃 小明邀请他进来做客 倒杯咖啡给你喝 哎呀 短法妹弄反咖啡 倒在小明的裤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不用不用 短法妹很猴急啊 因此他去厕所 其实想要搞啊 小明陆陆续续的和他们做 做到自己都流鼻血 露露瞄到波波和短法妹都进出小明的屋子 他很气了 他约了他们出来摊牌 他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 他们说找小明还不是为了搞彼此 何必生气呢 短法妹说 应该合作分配好时间才对啊 他们觉得也对 波波建议说 不如骗老公们的钱 交给小明用来做投资 反正他在行 然后我们就有理由 一起去他家 和他玩下 四批 也好啊 他们一直赞同 小明没令他们失望 赚了一笔钱 然后当然服事到他们每一个人 很周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选地区来住 真的很重要啊 搞不好哪一天 那个小明就是你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